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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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之前卖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 转数快 或者Patreon交月费 下午看新闻的时候 就看到疫情又再出现失控的现象 确诊的国安就持续上升 刚才有个表给大家看 最近这个星期 今天最高的 去到四千多 死亡人数就去到差不多接近一万人 又是那些院舍又出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我自己在美加走去串之后 初初我 大家如果有看我的Facebook 有follow那些就看到 喂 我去到四月二十九日到三番市 在机床里面 我下机的时候 看到很多戴口罩的人不多 但是那些工作的人 那些地勤也好 机场里面工作人员 个个都有戴口罩的 OK 但是那些旅客 很多都没有戴口罩 好了 那 隔了大约是一个星期 那我就去罗山 我一个人去LA 哇 我去到机场 要人山人海 去三环线的机场 全部都没有戴口罩 而已 我就戴着口罩 就是我变了二类 是吧 好了 去到LA 那我住的酒店 在高尔夫球场 有高尔夫球场 那里当然是空港 又很舒服 那没有戴口罩就不出奇了 是吧 好了 接着 在罗山 在丹滩那里走一日 我一个学生 最近拿到这个普立之特发新闻摄影奖的 我一个学生 那他带我走一日 又吃东西 又去市政府 又去司法大楼 那里有很多电视剧 在那里拍的 是吧 那又是 那我后来问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 美国这些地方 和其他西方的民主国家 他在这个对付疫情那里 他是把这个自由人权 和这个防控疫情的那种管制 是取得平衡的 有人上街示威不戴口罩的 说抗议 你硬性要我戴不戴 是吧 打疫苗也是 但是没有影响 就是他配套做得好 他们很快就吸收到一个经验 说叮叮叮叮叮叮杀到来的时候 然后怎么去处理 包括它的医疗系统 保住的医疗系统 接着打疫苗 快适 我带了成八盒的快适那些 那些带来啊 我在加拿大 一kelijk粉丝送给我的 我找个行李箱 一个手提行李那个 另外还找个袋装 售了成八盒回来 好不好 他到处都可以去 快适不需要钱的 那為何還有其他地方都一樣,夏威夷,旅遊區,沒有人戴口罩的 沒有人戴口罩的,在Yikiki海灘旁邊的那條馬路 很多shopping center,吃東西的地方,什麼都有的,晚上有很多人 沒有人戴口罩的,然後呢,譬如說我們在香港去美國 就要PCR兩天48小時,那是航空公司要入境,美國問都不問的 包括那張營療卡都不問你的,不像台灣那樣,現在好一點 之前緊張得不得了,現在台灣已經鬆得很緊要,我們入境 居家隔離三天加四自行管理,我今天最後一天自行管理 明天已經可以到處去,大家不斷地吸收經驗教訓 你在香港,老實說,做到一坨屎,一坨屎的原因就是,你又要跟大陸的做法 你自己又想有另外一種做法,你原來有這麼多專家吃屎的 你現在發現袁國勇真是不外如是,間中是語無倫次,現在是第五波 你看到現在為止,這個病是不會消失的,你知道嗎 很清楚的,你一定是只能夠當它是一個流行病 而你用一些配套措施,令到這個流行病不會影響經濟民生 有很多地方給你參考的,大佬,加拿大也是 我去加拿大溫哥華去Calgary,是嗎 誰有這麼緊張的,大佬,還有,我要上機,在加拿大回美國 就要做快篩,要做PCR,這樣,要做PCR,那我呢 我們就隨便去找一間藥房都要幫你做的,可以幫你做的 在那裡等,十分鐘就出個報告給你了 那你拿著手機的報告,那你就上得機 很方便的,哪好像香港搞到這樣,大佬 一會兒要全民檢查,又做不到 一會兒接種疫苗那裡,院舍你又安排不到所有的搶子要接送 搞到一坨屎,現在就是這樣,是嗎 那於是你進退失據,那你現在就搞到那些店舖不斷倒閉,哪有得救呢 加上政治掛稅,是嗎 雙重的傷害,一個政治掛稅,是嗎 個個就向北漢,要重新認識共產黨,這個香港寧一無恥到不得了 是嗎 于品凱這個契弟,是嗎 一系列七篇文章要認識共產黨,是嗎 共產黨哪偉大哪偉大,說這些 你現在說這些有賊用嗎 是嗎,你都解決不了問題 現在被你撥亂反正了,沒有了黑暴了,沒有了那些民主派 什麼都沒有了,那只是這幫愛國的人,那你搞到那個香港,一樣是一坨屎 比之前更加不堪,所以這個習近平其實是傻佬來的,老實說 是嗎 其實是一個常識,凡是極權統治或者獨裁統治的,結果都是這樣的 是嗎 四個必須,四個希望,這個自取其辱 回應你的就是,三無政府 接下來呢,這個政治掛稅,是嗎 加上疫情,雙重打擊 經濟蕭條,民生貂壁 沒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香港 是嗎 你不要說我唱衰香港,那是客觀事實 是嗎 所以你安安佳佳地離去 我們可以說他,唉我都不和你玩 本來他是一個icon來的,安定繁榮,跌創皆跡 那叫做安安佳佳,那安安佳佳都走投了 現在,相繼都不在香港了,就是上了天堂 這個是統戰工具來的,本來是 我記得當年,2005年,我和吳奧儀去台北市政府訪問 馬英九,當時是市長,亦都是國民黨主席 準備要參加2008年的總統選舉 那我和他談了成兩個小時 那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 那我和他聊天的期間,我就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中國要送兩隻熊貓給台灣 那民進黨當時是執政陳水扁做總統 那就接受與不接受之間 接受就給他統治,什麼什麼的就說 那我就和馬英九說 我們國民黨都沒有立場的,在這件事上 沒有立場的意思就是 你不只是說,好,我照單全收 那你要講個理由才行 反對陳水扁那個,不利兩岸關係 那我很簡單,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就是,在很多年前 其實中共搞這些熊貓外交,乒乓外交 搞了很多年了,在七十年代 搞乒乓外交,接著就是熊貓外交 送些熊貓給人 敦目幫教,用熊貓來敦目幫教 那有一年,就送兩隻熊貓給法國 那段新聞我記得是國際新聞電訊版 電訊版就是國際新聞,我們那個年代 我記得這個應該是七十年代尾 當時快報的國際新聞版的主編王超 這位是我們的前輩 他就編了一版國際新聞版的花邊新聞 他國際新聞有兩種 一種就是很正面的那些政治新聞 一種就是花邊新聞 那時候你留意到有些報紙的第三版 喜歡放一張美麗的照片 那時候我在星報做的時候 興建了第三版的女郎 找些愛國無特兒也好,明星也好 很多報紙都興建 讓大家看版面比較舒服些 看報紙開心些 那個不是什麼微言大意 就是花邊新聞 那他就將這個 中國震發兩熊貓 這個花邊新聞 就是處理這個花邊新聞的時候 這位編輯 就起出來標題 主題就是中共震發兩熊貓 這個是主題就是大題目 我們以前做編輯 就是不像現在 你用電腦 就是一部Mac機 那些標題 初原按扁都可以 好像我們現在這個節目 跟著標題出來 你可以有顏色的字 有大有小的 但是這些報紙不是的 因為你排字的 一張報紙是17欄 你那段新聞是四難的 是五難的 那標題的高度就是這樣 那你的字體大小 和那個 所謂用字好大小和字體 你就要講究它 那時候做編輯是難過 現在很多的 那你就這段新聞 你要起一條標題 那這位老前輩很厲害的 他專門起這些 就是令人很難忘記的標題 就等你 所以你做標題黨 不只是看標題 現在我們講標題黨 包括現在這些 所謂網紅做的那些標題 語不驚人勢不憂 啊 李克強奪權成功 這些話 大家就去看 那看來原來不是的 但是他這些呢 你做標題黨 你看了標題 會吸引你看那段新聞 中共振發兩行 熊媽就大致 那條引題 前面那條引題 是細緻的 字數比較多的 是吧 你要抖翻雲才行 他字數小 但是字比較大 這個字數多 字體比較細 字好比較細 那兩條引題很有趣 畜生本無情 內何身應禍番寵責 寵物如有之 尿必心慶投奔自由 是不是很棒呢 那我講這兩條標題 就給馬英九聽 我說你改兩個字就可以了 你大陸的熊貓去台灣 就是投奔自由 大哥 那麼這個政治立場 就出來了 跟著他吭吭大笑 然後就抄下這兩條標題 我最記得 我寫了一本書裡的 這個故事 這些是政治來的 熊貓就做了政治工具 對香港的都是一樣的 送兩隻熊貓來香港海洋公園 都是一樣的 兩隻熊貓都是政治工具 安定繁榮 疊磋 疊磋 嘩 現在什麼假都丟青 兩隻熊貓都不理你 是不是 還有什麼安定繁榮 現在就留給你這幫愛國者 在這裡玩 是不是 你說好了 這些人走了 流亡海外 不喜歡香港就離開了 現在還要有些新的維穩理論出來 我們要接受這個新的改變 說這些話的人 包括本來是黃絲的 接受新的改變 不要搞破壞 是不是 向前看 看條毛嗎 向前看 沒有這麼糟糕 只有這麼糟糕 現在是 向什麼前看 到時接下來 就剩下你們 在這裡抱著死 很簡單 現在是 很簡單 這裡剛剛時間 大家記得交台費 今天是22日 還有8天的時間 密手 在在需財 希望大家支持 我們可以繼續發展 我剛才跟大家報告過 我們會有一個台灣台 這個台灣台 希望九月中 有節目可以出現 但是講歌語 有字幕 所以在製作方面 需要多些人手 又要花多些錢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因為我們剛剛開的時候 台灣的市場 我們還不知道 我去做這些訪問 究竟有多少人看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都要原底 我們這一班支持者 幫幫忙 讓我們可以 讓我們可以 跟機站穩 在台灣 殺出一條血路 也讓我們 還有香港這些朋友 或者海外的朋友 可以看到台灣 這種節目 是我去做 另類的意見 我覺得 不只是台灣市場 海外的市場 或者講國語的市場 都是會接受這些節目的 所以我們希望製作做得好些 所以現在我們都要請一些人 就是回來幫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 我們可以有個基礎 你可以多些錢 也不可以 不只是給月費 你贊助我們 搞這個台灣直播室 出新節目都可以 我現在也會有 因為我們一早就買了這個網名 叫做myradio.tw 將來可能在台灣 如果我們要收費的話 我們又會請個.tw 我會和朋友 大家在這裡做這些 所謂網絡平台的朋友 我們都會和他們談 他們的運作方式 和我在香港 或者在海外其他地方 有點不同 又牽涉稅務的問題等等 我現在都請台灣一些財務顧問 大家研究一下 聽聽他們的意見 因為我現在是利用這個直播室 正在做myradio.hk的節目 即我這幾個節目 原本myradio的節目 在香港的全部都沒有了 什麼理由 什麼原因 大家很清楚 台長現在和司徒民進 自己搞了個梁錦祥工作室 希望他好運 最好就沒有說政治 現在我留意到香港那些 還在呱呱吵那些 都在哭辯 今天是不是很辛苦 現在他會做網絡23條 除了23條立法之外 還要對付網絡犯罪 以對付網絡犯罪為由 早幾天發表會出了個報告 就是要搞你網絡 其實不用你搞 現在整天都被youtube搞 被facebook搞 但是 你說在這種情況 23條一定會過 還有這些所謂 要打擊網絡犯罪的 這些法例 也一定會過 那你在香港 剩下這些是什麼呢 這個 習近平說 我們要建造一個 國際人民關懷的什麼地方 你沒有言論自由 哪有humanity 這些 哪有這件事 對不對 你都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資訊自由 這是廢話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除了付費支持我們的節目之外 我們在這裏要建立一個台灣台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OK 節目講到這裏 拜拜